近日,在江西南昌大学的新生开学典礼上,该校戏剧与影视系表演专业学生王宇在现场表演了一场独特的穿剧变脸 随着风格突变的音乐节奏,王宇变出了网络流行的哈士奇、熊猫头等表情包 以及眼下大热的游戏《黑神话悟空》中的角色脸谱 这一系列操作让台下的新生笑得前仰后合 视频被上传至网络平台后,更是获得了数百万网友的点赞 9月5日下午,记者就在南昌大学艺术学院见到了王宇 作为已是大学四年级的学长,王宇希望能在开学典礼上用自己的方式欢迎新同学的到来 于是他向学校主动请应,表演了自己学了两年的穿剧变脸 王宇认为,这次之所以能在网络走红 是因为他表情包版本的穿剧变脸和学生及网友之间产生了共鸣 这条短视频的火热也就证实了 现如今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渴望能够看到这种穿剧变脸文化的创新 原来变脸可以这么好玩,也可以加入这么好多的元素 可以加入表情包,以及我们年轻人很多人都喜欢玩的这个黑神话悟空也是最近很火的 所以我也想用这种网络热点去加入到我的穿剧变脸中 古老的那种边边边边边看看看,原来还可以这样加入一些网络上的很火的一些元素 还有这些网络上非常火爆的音乐,能够让同学们一听,哇,就知道 原来这是一些很热门的网络元素,能够有很大的共鸣所在 王宇坦言,自己这次想到用夺身定制变脸的脸谱和混减的背景音乐吸引青年学生的关注 也是受到了教自己穿剧变脸师傅的启发 其实像我的师傅呢,他之前呢,也是做过一系列的这种创新的脸谱在 他也是之前是去过幼儿园给这些小朋友们变脸 他就发现这些小朋友他对这些脸谱啊,可能是不是很感兴趣 他就把他的脸谱换成了好多那种卡通人物啊,动画片啊,喜羊羊又灰太狼啊 哆啦A梦啊,蜘蛛侠啊,这种的 所以说,我的师傅他这种做法呢,也是启发到了我 原来变脸真的可以有无限的可能 在网络爆红的视频底下,数以万计的留言中 网友们除了表示新颖有趣之外,也有一些偏向负面的评论 但王宇始终认为,对于穿剧变脸这项传统戏曲项目而言 只有创新才能够让更多的人去关注这门艺术 从而让它源源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有些人说呢,我的这种方式呢,可能就是已经失去了 变脸它的传承的这个意义 也有人说呢,我这就在下壶搞 可能就是在玩弄这个传统艺术 还有就是在糟蹋这种传统艺术 但是我想说,既然我们现在能够看到这种热度 这种火热,我们就能感受得到 只有创新才能够让更多的人去关注到这门艺术 相对于这种传统艺术,如果你想让它传承下去 首先你就要让它生存下去 你只有让大家看在眼里 能够关注到这门艺术,能够热爱这门艺术 它才能够更好地去发展 所以说我认为创新脸谱,它是一个开始 也能够让我们的中国文化,让我们的中国艺术再添光彩